你好,我是老胡 欢迎来到老胡的频道 新的一起老胡答问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时间里 老胡回答来自老胡自媒体朋友圈 这样一个微信群的群友的提问 如果有人对群感兴趣的话 链接在说明区当中 昨天在群里头有个群友提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前期一开始没有流量 大概我坚持多长时间以后 会出现流量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就是讲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理解我视频比较少 然后视频质量不行 那么YouTube不怎么推荐 都是个位数的 甚至是零推荐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都接受 这是一个正常的起步阶段 但是就是讲如果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尤其是有很多人在国内和在YouTube上面 同步发布的情况下 他就发现讲我国内好多人看 很火 一上去就几百几千 甚至都有的视频能爆了 在YouTube上怎么回事 怎么欺负我 所以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普遍问题 那么我是怎么回答的 我的回答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 跟视频的质量更新的频率 内容的类别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 简单的坚持是不会有奇迹的 那这句话就是有的群友就听到了 觉得非常吃惊 简单的坚持是不会有奇迹的 那这就上升到一个哲学高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好 那我首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的回答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历史 在三四年以前的话 我做过一些我做过一些节目 以前就开始介绍过三四年以前的YouTube这个环境里头 有一个所谓的一百天法则 也就是说你连续发视频到一百天左右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流量扶持 那大家都猜测这个算法里头 是不是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值 就是讲我看你监制时间足够长 那你就是个严肃的认真的内容创作者 那么我就多给你一些推流 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子的 那最近这一两年以后 越来越明显是看重单个视频 YouTube的这个算法 它的机器人已经聪明到 能够理解每一个单个的视频 所以标签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能够理解 他就是说你要欺骗这个算法的方法的话 除非特别高明 一般来说是很难 就是简单的标题党或者是封面党 或者是出自烂灶的垃圾内容 很少会得到这个推荐 那么情况改变了 意味着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出现 你会看到有的频道 三四个月就猛烈的爆发起来 我以前在给大家介绍过 有的频道就是从第一个视频上来就是百万级的这种观看量 这些三个视频就是粉丝过百万 有这种情况 有的是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 那这个就结合我刚才讲的 现在它是在单一视频这个层面上 能够充分的理解你这个视频有没有质量 好还是不好 那么并不是老子英雄而好汉 你现在这个视频火爆了 你下一个视频 立刻肯定是保证你有火爆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会看见很多非常大的频道 百万级 但它的单支视频的观看量可能很低 你也会同样看到一个百万级的频道 但是它每天的观看量居然有三到四倍 它的订户的数量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不一而足各种各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讲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我看见过在这个频道上面 在我个人的观察历史上面 我看见过一个最惨最惨的频道 一年发了一千多个视频 只有十二个粉丝 所以我为什么讲简单的坚持是不会有奇迹的 那么你跟视频的质量 你一上来就是非常棒的 或者是你第一期节目的话 就刚刚学会摄影 这个其他都很差 和那个已经人家就是这方面的老手 只不过是才开一个频道 或者是讲这个频道上来就是山东电视台 它的频道它有库存那么多节目 直接就拿来 或者一个电影频道 你自己水平不咋的 但是人家电影的片段本身就很好 你剪辑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更新频率 你两个礼拜更新一次 跟人家一天更新两次 和有的频道 和一天更新十字视频 这完全不一样的 在三年以前 你只要去念新闻 你一天发布十个新闻 念一下子转速 你很快就能做到这个几十万的 这样一个流量和订阅 但是现在这一套已经不行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跟视频质量 更新频率 内容类别 都有关系 所以我最后这句话再讲 简单的坚持是不会有奇迹 什么叫简单的坚持 流水罩 大个比方 你在流水线上面 电子厂流水线上面 现在不是很多了 以前那个插电器元件 就是一个个 不是机器 是人在上面插 你插一辈子 你也插不成一个专家 你还是寄件 按那个工人 你成为 你最后被一个活生生的人 被你变成一个化石一样 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 很多人就是在电子厂 房子厂就干这种事情 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人越做越傻 越做越呆 你想 他天天这种打卡时的上班 更新 会有进步吗 没有的 对吧 所以我讲的就是 这种简单的坚持 这个坚持应该是什么东西 坚持应该是个主动的 不是个被动的 是一个智慧的 不是笨笨的傻傻的 而且是一个成长的 这样一个过程 你今天要比昨天更牛 进步一点点 你昨天到今天之间 你琢磨了一个片子 开头的节奏 说话 表达 琢磨了别人的出镜的 运镜 灯光 琢磨了别人的 怎么加字幕 多语言的字幕 加上21种语言的翻译 等等 我指的是这个东西 那这种东西 从外人来看的话 老胡天天日更 更了三年 但是老胡在这个三年里头 内容方向 形式 技术 其他方面 有没有做过什么尝试呢 你如果不仔细看 你肯定看不到 你就会讲 三年以后 老胡胖了 老胡瘦了 仅此而已 对吧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的 这个步伐 一直一直走 你就发现我 一直在折 折腾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 我来讲 我不是一个坚持的代表 但是呢 我有这个经验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 简单的坚持 什么叫做痛苦的坚持 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为什么快乐 不是因为你发了财 而是因为讲 你自己感觉到 你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 你知道怎么讲故事 你知道怎么样 来抓住观众的心理 这个是进步 有了这种成长 这种进步 那个坚持就不再是痛苦的 只要你的大方向一旦清楚了 你将来想做什么 你就知道你在路上 这种感觉 你就不会太在乎讲 三个月六个月 还是三年 还是六年 如果你一辈子努力的目标 就是成为一流的演讲师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去尝试 各种各样的不同风格的演讲 然后细化到每一个的任务 就是我今天来试一下 以故事开头的演讲 或者是讲 我一上讲台 我今天来尝试一个不说话的 我就瞪着观众 一直到他们安静下来为止 这也是一种开场的办法 对吧 或者是一上来就表演一个动作 或者弄炸一个气球 放一个鞭炮之类的东西 绑一下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等等等等 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成就感 你会成长 你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到大师级别 但是你知道你越变越厉害 越来越长能爱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坚持 我想简单的坚持 就是流水先生们重复的那种动作 那就不对了 那个就没有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 Mr.Beast 你看现在是5000多万级的量级 他前面三到五年 没动静 一点都没动静 你看他再怎么折腾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在玩游戏 就这样记录他的游戏过程 最后没动静 没人看 你看他后面就尝试折腾什么 他就开始做节目 你知道PewDiePie 一年能赚多少钱吗 他做了好多期这样比较low level的 很low的东西 就是猜测别人赚多少钱的 然后光PewDiePie 你猜PewDiePie赚多少钱 你去搜搜看 他都做了可能不下五六期 每隔一段时间都讲PewDiePie赚了多少钱 就相当于我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在做一期 你知道李子柒究竟赚多少钱吗 你知道办公室小野赚多少钱吗 你知道谁就玩这种套路 然后他就折腾折腾 你看他现在 他一年涨2000多万粉3000万粉这样一个级别 他在玩什么东西 他在玩打笔的钞票 给别人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人干的事情 一万块钱就打赏一个送披萨的这种人 或者是整个把小店买下来 把东西全捐献 这种东西 买一个小岛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50辆汽车 他全干这种东西 他说每一个东西全都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不是简单的坚持 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讲 回过头来讲 你讲的太远了 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几个月会出流量增长 那么我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从我看见的几百个 将近上千个这样的视频 频道 那么基本上就是 三到六个月 比较好的话 正常的 就是从开始摸索 然后辛辛苦苦 我适合做哪些内容 然后就稳定的更新 比较密集的更新 不见得这样 日更或者是 两天三天 一更 水平 有相当水平的 稳定的 最后摸索 找到了这个方向 持续更新 一段时间稳定了 他就会出来流量 因为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如果你是一个成长学习型的 这样一个选手的话 你如果是讲历史的一个频道 你会注意所有的对手 他们是怎么讲历史的 他那个素材从他找来的 他开始是什么做的 他背后弄的什么大书架 还是大鹰百个学生 跑到后头 你每一个你都会注意 他是不是穿西装 他是不是手里拿个扇子 最后你就挑选哪个东西 适合你 你就会去模仿 你就会去尝试 不是吗 那个人用分镜 那个人是用提词器等等 你会去试 这样试了以后 你就会所有东西都玩过一遍 就会形成你自己的特色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讲三到六个月 其实讲从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你就是一年时间去找到你的兴趣 确定你的方向去完善你的形式 把所有的技术都掌握 然后从此以后稳定更新 都不算慢 因为互联网 它不是一个线性增长的一个东西 你这个频道是爆发的 如果你能够做的时间足够长 并不是讲你在那边足够时间长 你就会变得很厉害 这不会的 但是这个自媒体有这么一个特点 因为你不是被裹挟 不是被破的 所以你不会像我们父辈那样 在一个电子厂里头干一辈子 因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是被逼的 哪钱要养家糊口 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一个礼拜他都坚持不了 就在那抓脑腮 就像没有流量 我赶紧赶紧换 听说这个账号是有权重的问题 这个账号有问题 有历史问题 现在黑名单登了 他就会想这些东西 然后就放弃 第一个礼拜做美食 第二个礼拜做娱乐 第三个礼拜讲政治 第四个礼拜专门讲八卦 看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 但凡你能够认认真真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方法 去摸索形式内容 找到这个兴趣 不断完善学习成长 这个过程下来以后 不管他是能够站上 比如说一万或者一千这个级别 这个人一定他是能够赌赌定定的一直往下走 因为他获得的不仅仅是粉丝和那点钱 而是他看清楚了 这是一个由他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个人生和命运之路 他就会讲 我这样跌跌盘盘从零开始做了九个月做了一年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那个顶级的那个人 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他有的这个套路 他有的这种方法 我跟他的差距就是一个时间 如果我现在是五分的功夫下下去的话 可能需要一年两年三年 如果今天十分的功夫下下去 每天都是这样的话 如果一天十二分的功夫下下去的话 我可能就很快就能够赶上他 一旦你建立了这样一个心智认识 这个其他东西都不是问题了 好 再回过头来 你看再会落过头来讲这个 究竟几个月 别人几个月 跟你没有关系 全国人民的平均的这个收入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 你不会因为少就拉下全国的平均值 你感到不好意思 这个意思 你也不会想因为你特别高 能够拉高平均收入 给这个中国人长脸 没有啊 所以你就把你自己那个做好 都好了 所以不用去太过在意别人 那还回到Mr Beast这个例子来讲 那别人讲在三年 三年四年五年都没玩起来的话 你肯定 三岁看大 这个 七岁看老 你都三五年都没做起来 你完了 你这辈子废了 你还做什么东西呢 你看人家Mr Beast 不慌不忙 不慌不忙 然后蹦就起来了 你看 他现在 他现在这样的玩下去 他很有可能超过PewDiePie 因为他什么 PewDiePie还在那边玩游戏 人家直接拿钞票来玩游戏 谁不愿意看这种游戏 我们不在这边讨论这个价值观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讲这种方式 不行太粗暴太漏 我们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只是讲 从流量这方面来讲 很有可能 这个Mr Beast 就是真正的下一代的最大的网红 那么他的这个成长的故事 它是完整记录的 他从开始开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他都没有删除 建议大家好好去看看 他这个整个的东西 对我们做自媒体的人 这个心智认识上面 会有很大的这种提高 好好的向他的学习 有耐心 如果你能够慢慢的成长 不断的进步的话 总会有那么一天 会指数级的爆发起来 认认真真的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就是你是一个现在就该红的人吗 你是不是具备了红的所有的条件 口齿伶俐 长相这个像帅哥一样网红 然后发型服装 这个技术设备 所有东西团队 都是一流的 如果你能够不欺骗自己的方式 给自己这每一项去打分的话 我想大部分人的结论是讲 我还不够 我还得沉下起来 好好的努力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看见 你所有的那种方向里头 你跟这个顶级的一流的 一线的头部的 这个频道主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千万不要讲 我现在比他牛 我就不懂他为什么那么火 如果是你这样子看 那你就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哪怕那个频道主你特别不喜欢他 你也会讲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在看他的 为什么会有一百多万人 两百多万人看他的 你一定要看 一直看 看懂为止 懂了以后 然后讲 这一招我愿意模仿 或者讲这一招跟我的三观不符 我不去用它 只有在这个程度上面 你开始了这样一个持续的坚持的学习 你才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成长的康庄大道 好 今天这个问题小题大做 我回答 但是这的确在我的认知贩卖里头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通想透解决它的话 后面会有一大串的 这个问题 会让你前进的道路上伤痕累累 好的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